重點就是回顧 最難的就是這個 這段就是數字表格 第二段就是再增加第一天的位置 就是減掉這個 再增加這一段 所以剛剛那段程式貼過來 其實就差別在這裡 減掉L4加1 再來邏輯判斷 小於1跟大於L3 你會拍一二三三個地方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三個地方一模一樣的話 你可以簡化 多一個x 把剛剛這段公司的結果先丟個x 這邊用x來帶就可以了 x小1 x大於L3 這個用x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說我希望下拉清單 就可以幫我把最後結果給秀出來的話 那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剛剛我提到 其實這也是同學問的啦 理論上這樣應該ok的 我就下拉點一下7月 然後按一個萬年禮 它也ok出來了 其實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就是還是有同學會覺得說 老師這樣不夠人性化 還要再點一下真的太麻煩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不需要按按鈕 所以喔 將來就是要把這兩個按鈕 拿掉 以後的話呢 由這邊來觸發 程式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還要再多學一個概念 就是喔 所謂的那個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驅動就是 當哪一個物件 有沒有 特別是當哪一個物件 它這個概念就是當哪一個物件 發生什麼變化的時候 去執行某一段程式 那你要怎麼去完成這個序述 所以當 所以特別是當什麼物件 什麼物件 特別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要知道哪一個工作表物件 哪一個儲存格 發生了什麼變化 所以會有一個事件 事件名稱就是Change 然後呢 做什麼事情 做法我特別說 你如果了解的話 一 那怎麼做剛剛的那些敘述 特別是Video Basic 找到了 第二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你的物件在哪裡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前面只有針對模組 對不對 沒有特別講到模組上面的東西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你產生兩個工作表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就兩個工作表 有沒有第一個工作表 瓜糊這個就是他的名稱 叫格式化條件 就這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 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找到對應的物件在哪裡 那我們物件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請你這個物件點兩下 是他喔 所以你瓜糊裡面找到他一樣的名稱 點兩下 好 第一個物件找到 第二個的話呢 找到一般 一般你會發現裡面會多出一個叫Worksheet Worksheet就是工作表 當 所以喔 有點像先找到物件 當這個工作表 OK 所以喔 這個是有點像主詞 就他 他指的是哪一個 指的是他 就是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 當這個工作表發生什麼事件 事件的話 預設是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 Change是什麼 當這個物件 這工作表 它裡面只要選取區域 有變化的時候 那我要執行什麼樣的程式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我們主要不是根據選舉區喔 我們其實是根據什麼 根據什麼 根據券舉 所謂的券舉是什麼 就是 根據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儲存格 有改變的時候 所以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那個 這個是 這個物件 選Worksheet 然後第二個的話 把那個程序 其實就是一個事件 改成Change 好 那你會發現喔 你改成Change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段程式 就這一段 有沒有 底線Change 就這一段 但是你會發現底下怎麼還有一個Selection Change 所以這一段其實是不要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刪掉沒關係 留下什麼呢 當Worksheet 而且它是一個SUB喔 SUB就是一段程式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它前面多一個敘述 叫Private Private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私人的 意思就是說 它不跟別的地方共用喔 這個你也不能把它刪掉 反正固定這樣的寫法 然後呢 底下這兩行可以刪掉 就是留下什麼 當這個工作表Change的時候 那Change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敘述 就是 ByVal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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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說 它會利用Target 目標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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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敘述意思說 如果你有Change 它會用Target 這個名稱 告訴你說 你到底哪一個儲存格改變了 所以呢 我們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哦 如果 X X 如果什麼 如果你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是F1的話 那我才去呼叫萬年曆的這個程式 那反之呢 如果不是F1的話 那我什麼事都不要做 那程式該怎麼寫 其實蠻簡單的 X X 因為我剛剛講 它如果改變的話 會怎麼告訴你 它會用Target告訴你 所以哦 你就是 如果 它改變了這個 Target 這個意思 我習慣用Target Adress的話 指的是它的位置 等於F1 所以你這邊就直接打F1就可以了 不過它這邊有一個習慣的用法 就是前面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有點像絕對位置 OK 也就是說 如果說 它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是F1的時候 那我們才去做 Then OK 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 我習慣先把那個結構先打 反正就是 如果它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是F1的時候 那我就直接去呼叫 呼叫的話 就Call 那 直接呢 你就直接 幫我把 它做的動作 換成是剛剛那個萬年力 我們剛剛那個程式叫什麼 那個Sub叫萬年力 所以呢 就幫我把剛剛的 那個動作呢 改成什麼呢 改成呼叫萬年力的這個按鈕 這個Sub 所以哦 你就Call 萬年力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這樣寫啦 跟各位講 你程式寫完了 意思是什麼 當你下拉清單 有沒有 F1 裡面資料改變的時候 它就自動變成萬年力了 那也就是說 你現在可以把這兩個按鈕 Delete掉了 不過當然確定先OK啦 不過我想應該是OK的 那我們就可以執行了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當這個 觸發的程式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各位這樣比較清楚 怎麼叫中斷點 就是說 它會觸發 它會執行 到這邊它會停下來 這個也可以順便學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 程式除錯的一個方法 中斷點 怎麼拿掉 很簡單 再點一下 OK 點一下哦 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Change它 Change5對不對 OK 改成5月 好 那你會發現哦 Target.address裡面有沒有 它裡面放什麼 因為我Change的 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是第幾個 那就是F1嘛 所以你會發現哦 這邊裡面放的值是什麼 就F1 那這個F1跟這個F1 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兩個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那應該會跑到裡面來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它就按F8 因為中斷點哦 如果你要讓它再執行 你可以按這個啦 不過按這個它整個就跑掉了 那我是建議你按F8 F8的話就直接換下一行 有沒有發現它跑到這裡了 那跑到這裡來就是Core Core萬年曆 有沒有發現就跑到這邊來 那其他細節我就不跑了 讓它直接跑一下 有沒有它就直接幫我什麼 這個一直卡住算了 我再把它中斷點拿掉 讓它全部跑完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耶 而且不難嘛 那不過你想說老師那 如果我點別的會不會OK 不過我點這個 2022好了 你會發現點這個 點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什麼 C1對不對 所以它會跳過去 有沒有發現 它就不會跳到Core萬年曆這件事情 欸 這不對啊 如果它換的是西月年 那如果你想要連西月年也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就跳過了 它就沒反應了 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 這個點這個好像完全沒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有判斷這一個 也就是這邊是OK的 那你想說老師那不對啊 理論上應該是 不管說它下拉這一個 還是下拉這一個 應該都要OK才對啊 有沒有 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改寫 很簡單嘛 應該可以理解我 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樣 再加上一個條件我就OK了 也就是說 如果F1或者是C1的話 都可以扣萬年曆喔 所以喔 程式該如何改 還記得吧 剛剛有寫過 所以你可以這樣 如果這個 或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中間 加上偶額 或者是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直接寫C1喔 你必須還要完整的敘述喔 target.ass 等於C1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放在這裡 這個或 這個是C1 也就是說 F1或C1都要進到下拉清單 就是只要下拉清單 都要呼叫萬年曆喔 所以加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應該不會動啦 不過現在應該我看一下會不會動 有沒有發現 這個會動 2021 也會動 2023 也會動 有沒有 這個會動 這也會動 所以喔 以後喔 你如果要多幾個儲存格的話 反正你就是再加一個偶額 如果還要再一個 再控一個 偶額 target.ass 等於另外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反正哪一個他都會work 所以喔 這個其實 可以套用在蠻多地方上面的 我發現這個部分需求好像還蠻大的 蠻多同學都在問說 下拉清單 怎麼樣讓他可以work 然後其實答案就是這樣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看一下雲剛 我放的應該是在 這裡啦 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段 target.address F1 或者是C1 呼叫的話 我是呼叫 直接呼叫1連例好了 OK 那最後 甚至就還有同學 反正後面都是同學問的 老師 那這四個東西 如果將來我不要 我希望是把這個都delete掉 可是如果現在你delete掉 應該是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抓L3跟L4 所以你會出不來了 所以喔 甚至你還可以再把那個 剛剛的萬連例 再加一下東西 什麼東西呢 不過這個可能 請各位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再加一下 也就是說呢 本月的起始日 下個月的起始日 這個我後來是直接把它寫在 程式裡面的 有沒有 然後會多D1 D2 D3 D4 那其中的話 本來是 串接用 那個函數裡面的 Date函數 串接年月日 那其實這邊你可以把它改成C-Day C-Day的話 指的是 轉換為 日期的形態 的一個函數 然後還有Day Add的話 我查過 有點像E-Day E-Day 在Sale裡面是用E-Day 然後如果你假設在VBA 你可以用Day Add 然後Day Add這邊是 M的話是指的是月 多一個月 然後把那個D1的這個日期帶過來 一個月之後 然後減一天 D2減一天 就是說 下個月的D1 減一天 D 就是結束是哪一天 所以概念一樣 那V-Day 這個都一樣 所以你就加這幾個東西 其實我可以把它C-C 其實我可以把它C-C 然後再改 可能你就要改這個 後面這些Range L4跟L3 你就要把它改這樣 那這樣的話 你就甚至連 我們畫面上面的這個區塊的東西 也不用加沒關係 不過這後面其實延伸性就太大了 所以請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練習看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剛剛同學問的問題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說 如果下方 假設說 還要在插入空白列 可以當成計試用的話 那後面還有個插入空白列 這個我們今天本來要講了 本來要講年曆部分 所以我待會可能會再開年曆部分 把年曆最後插入空白列 跟刪除空白列 講完 你們再自己練習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月份再插入空白列的話 可能就是用同樣的方法來做做看 來試試看